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四隻是藍恩, 是一個遊戲設計師 這輛車是他本人的車 這段路是他由公司回家必經之路 相信是他家園班回家的圖組發生車禍 照計每一天走的路很少會發生意外 像是罪駕或是藥駕嗎? 盡快告訴你 現場沒有殺車痕 可能是車的基件有問題 但最奇怪的是 我看過頭部, 沒扭過軚 那車應該從對面線 這個角度這樣撞過去 會不會自殺? 余Sir, 查過了 除了撞車的部分之外 車身和車尾沒有任何碰撞 或是刮花的痕跡 霍欣, 這裡有問題嗎? 霍Sir 這裡有一堆螞蟻和寬蟲死了 他們沒理由被車這樣滾死 而且你聞到地上有股眉 我懷疑他們是被毒死的 有懷疑的就剃聲部發炎 死者的臉部和頭部 都有多處撞擊傷 而胸口這個位置更加有嚴重的創傷 死者全身有多處骨折 胸骨多發性骨折 肋骨第三、第四、第七折 和右手手臂都有骨折 他的頭骨的右側也有嚴重的骨裂 不過奇怪的是 他的大腿並沒有骨折 通常發生車禍的時候 駕駛者如果有用力骨折 通常都會引發大腿骨折 就是說, 在撞車的時候 死者並沒有踩到殺者 婆保羅, 電子拜山, 不難 這是我在網上發起的 就可以在網上念在車禍死了的 Z網絡高層Jacky Lamb 懂的嗎? 其實不只懂, 還很熟 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出去打工 就是在Z網絡做委員 那時候Jacky是我的組長 她經常跟我說她很後悔 因為當初公司成立的時候 她沒有合作錢 現在公司賺到錢了, 做大了 其實因為不是股東, 所以沒有錢分 就是這樣要繼續打工 道理上呢 她當初沒有合作錢 是因為她看不起生意 那一賺大錢, 沒得分, 沒得掛人 如果你問我 我懷疑Jacky的死不是意外 是人為 我沒有問你 我不是叫你跟我去查真相 除非你跟我一樣 覺得Jacky的死是有疑點 那就不同了 懷疑這不是我的工作 我的工作是提供數據 給警察去還原而已 Jacky是我的啟蒙老師 是我恩人 她跟我說過 她公司最受歡迎的遊戲 韓城攻略 就是她想出來的 只不過後來被她的好朋友 黃有為偷了利用 怎樣偷了 偷了一個概念 這麼多年來 整間公司的意見 全都是我辛辛苦苦一手去做出來 被黃有為做當義人, 我也算了 你知道的 每一年那些遊戲程式 我都寫得很辛苦的 五福, 就告我吧 看到時候的官怎麼判 告就告吧 好, 你是Jacky的隊伍 過去安慰一下她 她說整件事都是她的原創 我們偷她的橋 她瘋了 Jacky, 雖然我也替你不值 但是我建議你還是放棄吧 你無證無據 職位又不夠他們大 所以我想你很大機會都是會輸 整間公司都是壞人 那個林家琪和那個我是員工 在法律上 所有的創作權都變成歸公司了 如果你要堅持站硬 有一個辦法 你可以選擇辭職, 跟他們打官司 打官司就打官司了 我男朋友是律師嘛 律師費也省了 兩點 第一, 你說黃有為扣了Jacky的概念 到遊戲出的時候, 連資金都沒有給他 所以Jacky生氣黃有為 合理 第二, 林家琪在公司賺錢的時候 沒有分錢給Jacky 所以Jacky生氣他 也合理 嗯 以正常的邏輯來說 應該是Jacky想殺死他們兩個 而不是他們想吃吃Jacky 那不合理 你說得對 還有, 從物理學來說 這個車禍不是意外 是一個人為車禍 你學去, 我想聽 這個車禍應該是有人精心設計而造成的 而當時的人就在現場 還可能毀滅了一些很重要的證據 我說到這裡 你會不會覺得有一點關法政部的事 就是關你的意思 那有什麼去支持你的看法 沒有什麼特別看法支持我 但我覺得你會幫我, 而且還會相信我 因為我跟你不同 我不會特地說一些很無聊的冷氣廢話 但是你會 我說的每一句話 都想得清清楚楚才說出來 很認真 我沒見過一個天他請人幫忙 會說這種話 認真的 我會說 余Sir, 剛剛收到報告 指車禍現場的地面 驗到有化合物質 主要成分有甲本、申丸、二甲本 類似天拿水、松香水 這些在市面上都容易買到的 油漆氣息低 我們可否這樣假設 現場不是沒有煞車痕 是利用清潔劑 是洗走了現場殺車的大狠 余Sir 你的意思就是說 車禍現場有另一個人在 有多少人我不知道 不過可能有另一個車在 如果真的這樣 被洗走了殺車痕 不是屬於發生車禍的一次 是屬於導致車禍的那一輛車 是屬於導致車禍的那一輛車 是屬於導致車禍, 而且沒有煞車痕 以為有人洗走了這輛車禍 輪距跟死者的車完全不同 那就是這輛煞車痕並不屬於死者的車 很明顯 這個位置也不可能是死者的車造成的 這個車禍有機會是死者的車 受到第二輛車的影響而造成的 林家綺小姐, 這次我們來 是警方想就貴公司的員工 男人的車禍事故, 找你協助調查 其實我可以協助調查什麼呢? Sir, 你看見我也很忙 至於男人的車禍, 我真的什麼都不知道 也沒有興趣想知道 我們警方有可能相信 你跟他的死是有關的 Sir, 你真的不要亂安過罪名 你們有什麼理由這樣? 在案發的當晚, 你打了三次電話給他 我想問問你有什麼事找他這麼急? 那你有沒有檢查到 在我打電話給他的前兩三天 其實他也打了過八個電話給我 我一個也沒有聽 是他電話騷擾我在先 其實我已經跟法庭申請了禁制令 是要警告他的 不過不用了, 人都走了 你多謝誰打電話給男人? 最近我在放假 在粉頂的別墅裡面 你肯定你沒有去過車禍現場? 當然沒有 那有沒有不助長證據? 沒有 如果有的話 我們可以早點下班, 不用問 我也覺得可以不用繼續問了 還有什麼好問? 死者男欣 替你當以色馬浪公司主席 正在打一場官司 其實我真的不太想再提 男欣曾經是我的朋友 也是公司的職員 不過我因財失意 最終搞到上法庭 很可惜, 單公司還沒完 他就走了 不過這樣也好 免得他輸了單公司 還要背負到一身寨 會被人嘗試 管他 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